Nun 你下一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宗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 网上视频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网络节目呢 能够让大家去了解 在一些社会冲突面向 背后的一些议题 特别是跟整个生成结构 政治经济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在台湾 最近这几年其实在不分蓝绿的 执政或是不分蓝绿的 这种现实当中都会面临到 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破欠的议题 那早期大家比较熟悉的 大概就是大谱事件 那不过最近这几年 其实除了大谱事件之外 这些破欠的议题 恐怕也在中南部 在持续的发烧 例如说包括高雄果菜市场 以及像这个台中黎明幼稚圆 等等的问题 那跟这个破欠相关的法律 其实有非常的多 当然在前一阵子 立法院在讨论一个法案 叫做住宅法 那这个住宅法到底跟这个破欠 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个法律到底是不是能够去解决 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破欠的一些议题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 要跟他邀请到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居住权专员 林彦彤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彦彤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彦彤我们知道你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破欠的议题上面 都有很多的参与 包括像这个绍兴社区啊 或者是包括像这个所谓的司令王家等等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 不管是公户或是PN的报道上面 都可以看到你在有关于反破欠连线的相关的行动当中 都有一些发言 不晓得你当时为什么会开始去投入这个有关反破欠的运动呢 其实一开始的原因非常的 老实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一开始其实我的整个运动的经验会从绍兴 应该会从绍兴社区开始 那绍兴社区它其实是一个在台大的那个所管有的土地上 一个所谓的旧有违建 或是一个非正规的住局 就是它没有实质上的产权 因为他们不能够去做这个登记 那那个时候我会认识到这个社区 其实就是从认识一些居民开始 那一开始其实我跟我的同学 就是因为那整个是我跟我们同学一个团队在运作的 那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也没有想要去对抗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怪 因为就是这些居民住在那边四五十年 那今天忽然被政府要求要拆迁 而且还被罚所谓的不当得利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台湾居住 还有建筑相关的法规 其实都非常的不了解 甚至我们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做违建 就是关于违建的定义我还印象很深刻 我跟我同学就是走在路上讨论说 到底什么叫违建 那怎么样就是很好 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很好笑的问题 可是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真实的 那当然后来知道说违建 其实你所有没有完全合乎建筑法规 都可以叫做违建 但是其实有一种违建它是很特别的 就像绍兴社区 还有像后来在2012年遭到强拆 13年遭到强拆在华光社区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就是说战后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移民来到台湾 那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来到台北市 来到大都市去求生 那那个时候因为台湾太多共有土地了 因为台湾的共有土地就是他们接收日本财产 所以导致说这些居民来到大都市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牺牲 所以他们就常常去在那个共有土地 就是空地上面搭建房子 或者去买人家已经搭建好的房子 那国家他其实当时也仰赖这些人 就是仰赖这种非法的住宅 去帮他解决所谓的住宅问题 那就这样子一个历史一续四五十年下来 那其实中央跟地方的法规有点不一样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 所谓的旧有违章建筑 他们是得到地方政府的安置的 那可是有很多中央机关所管理的土地上的违建 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照顾 那近年来因为就是我们财政比较困难 所以政府就开始用一个破迁的手段 去对待他们 就是想要取得土地的问题 对就是他们就是不但要求他们要拆迁 而且还要他们罚一个不当得利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会住在这样社区的人 大部分其实都是 因为那居住环境都很糟糕 那说实在我们第一次去到那种社区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惊讶说台北市大家居然会有人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可能房子非常非常小不说 他可能没有甚至没有厕所 没有浴室可以洗澡 那他们在哪里洗澡呢 他们在厨房洗澡 那有一些家户他没有厕所他怎么办 因为那个社区有两个公厕 他们就到公厕去上厕所 所以这对我们当初来说是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 那今天会住在这样子社区的人通常社经环境都不能算太好 那政府却还要这些人去付所谓的不当得利来充裕他的国库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 那我们是逐渐认知到这整个脉络才决定去投入所谓一个 这样子所谓反破签的一个运动 所以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伪健 它其实有更复杂的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发展的一些因素 特别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是属于城乡移民 他到都市里面工作 其实面临到的很多很多不同的 在所谓的实际生活上面得到遇到的一些困难 当然在你谈到的这些例子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在不同地区都会有类似的这个破签 这些案例的背后的原因都是相同吗 或者是说这些案例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性的一些因素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反破签运动的几个团体 其实我们大致上都会蛮常在讨论 那其实我们各自关注的制度 其实应该说专长的制度其实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自己大概会比较分四种 所以我们比较常有心力去投注的 第一种就是我刚刚提到这种旧而为鉴 或者在联合国系统里面把它称为非正规住居 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上比较通用的一个名字 那还有一种是都市更新 那个王家是非常有名的例子 那再来像土地征收 土地征收分为一般的区乱征收 那还有一种是市地重划 像包括刚刚关老师提到的黎明幼儿园 还有台中非常非常多的case都是重划导致的 那基本上这四种制度它其实背后的逻辑 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去想 就是说重划 征收跟都市更新 这三个逻辑相对比较像 他们都是内政部所管的 那它的一个基本逻辑都是我要去做一个 地幕或者是空间使用上的调整 所以它会导致空间的单位价值上升 比如说你的农地变建地 你的老公寓变豪宅 所以你的单位的评数的价值是上升 价值上升的时候就会导致你的持有评数变少 所以很多人他原本持有评数就不多的状况下 他就会被迫搬迁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但最主要逻辑是这个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提的就是这种旧违宪的部分 它其实是财政部在处理的 那它的逻辑就基本上是一个 所有权凌驾居住权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既然国家有这个独立所有权 他就完全不需要顾及上面的人的居住权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结构 但是这两种制度它都同时有可能直接 侵犯到居住权 所以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历史当中 其实它背后都会涉及到 这个基本的人权居住的权益 但它背后跟法令跟整个的这种所谓的财团 或是政府的利益都有非常大的这种关联性 那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立法院要去修住宅法 我想住宅法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更陌生 大家可能都听过所谓区断征收 或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过去谈到所谓置办重划 住宅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令 当时为什么会设定这样设立这样的法令 那为什么你们要去介入这个法令的这个修法呢 住宅法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社会住宅兴建办法 会比较简单易懂 其实当然它不只是社会住宅兴建办法 但它主要的精神 或者说现在内政部强力要推动的一个目的 是为了它可以盖社会住宅 它的相关的裁员 它的相关的土地使用 博用的规则 这个就是住宅法 当然住宅法因为它有另外规范一些居住 不可以有居住歧视 然后那怎么样的身份的人 可以入住社会住宅 去保障这些 透过社会住宅来保障这些弱势身份 这个算是一个住宅法的精神 那我们其实对于住宅法这个精神 并没有太多的意见 但是我们觉得住宅法 它其实是我国唯一一个 就是有把居住权 这个东西明确写出来 是基本权利的一个法条 那因为我们国家又已经签 就是我们已经把两公约变成国内法律 好一段时间了 我们从2009年开始 就是两公约就已经是国内法律了 那我们却一直没有办法落实 许多两公约所保障的权利 那居住权就是其中一个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因为现行的住宅法第45条 就已经有说居住是基本人权 但是它这个条文写在那里 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条的内容 把居住权内涵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它应该依照公约的界定 你如果没有很强烈的理由 你不可以去侵犯人民的居住权 然后你如果侵犯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对它的居住权加以 就是延续或保障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吊诡 就是说政府好像一手说 我要盖社会住宅来来照顾那些弱势 可是另一手 它就不断的利用开发去破迁这些人 就它一方面说它解决社会问题 一方面其实自己又在制造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它修改住宅法 就是说住宅法应该要立出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住宅法要求政府 不可以去制造社会问题 我不但住宅法本身 是积极地想要解决社会问题 我同时也要避免 消极地避免政府去制造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把居住权的条款 还有禁止歧视的一两个条款 放进去揭示它这个精神 大概是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谈到所谓的这个住宅法的利益是很好的 可是在这个利益很好 为什么没有划成实际的条文 或者是目前这个所谓的实际条文上面 你们的不同意见又是什么呢 跟所谓的立法院或是跟行政部门的意见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具体来讲就是说 我们其实这是希望修的有两个部分 但是我们后来大概只有成功一点点 就是不能说算成功 就是说我们其实希望修大概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希望调整它现在第四条 它现在第四条规定有12类的身份 是社会住宅至少要纳入一定比例 要用这12类的身份去居住 那我们希望在这12类里面 这12类包括就是游民啊 艾滋病患啊 单亲家庭啊 受恰暴等等等等 然后那我们希望加入一个受迫签者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在绍兴的经验 还有包括后来我们朋友 在华光的经验都是这样 就是说这些居民被破签 遭到财案权至上的这种逻辑 去被破签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可以组长自己的权利 那甚至说像我们在绍兴 我们的独立管理机团是台大 那因为我们是学 当时是学生嘛 我们要求台大做保障的时候 台大相对是比较愿意去做一些尝试 但他就会跟我们说 我没有任何的法规 可以让我来照顾这些人 OK那所以做法第四条 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关键 因为如果说我们把受破签户放进去 他对于愿意改变的行政机关 愿意改变的政务官而言 他会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 在做他们行政法规上的 计划上的规划解释的时候 都是很有力的 但这条内政部挡掉 他们觉得破签户定义不够明确 好那再来我们很希望学校的第二个是 这个所谓的刚刚谈到第四条的部分 你刚刚提到说 希望有这样一个法律的保障 那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法律的保障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很多政府说 我们今天帮你去别的地方找房子住嘛 那或者是说 我们用低价的这个租金来 这个租给你嘛 或者是例如说 过去我们看到像三英部落 所谓的333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这样的一个住宅法 你们所谈到的这个精神跟实际的做法 跟现在有的这个制度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他现在政府愿意说安置 几乎全部都是他原本就有财产权的 就是他是督根的 他是征收的 勉勉强 像赖青岩就在台南提了一个安置住宅 那个都是 他是完全是在财产权的转换概念上 换给你一栋房子 他跟居户权其实没有这些关系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要提一下三英 其实三英跟西州这些比较特别 他真的比较特别 因为他算是 因为他被认定为是原住民部落 所以他其实在行政资源上 稍微有一点力量 就是可以迫使地方政府去接受说 OK这个部落 其实他没有产权 我应该要照顾 但是我刚刚提到这些旧有违建 这些华光社区 绍兴社区这些人 还有现在板桥一个正在被迫先 叫大观社区 他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主张可言 政府不会用类似三英样子的模式去理他们 他基本上就是说我就是与法无据 我不能安置你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住宅法第四条要调整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就是说 对 不只是所谓的你的原住民部落 你其实你这种城乡移民 战后移民 也是应该你要照顾的对象 也就是说跟过去现有的政府的做法 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这些没有产权的这些受迫千户 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在法律上面的保障 刚刚彦彤其实跟我们谈到在住宅法 一些民间团体的意见 一共有三点 目前只谈到第一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来谈说这个住宅法 看起来这个利益良善的这个法规 还有哪些必须要去修正 或是要去调整的一些内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远杂报新闻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员会11月17号排审 俗称婚姻平权法案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但最后在国民党立委杯葛 以及反对团体的抗议下 委员会最后通过协商结论 在寻达扣散会 不会逐条讨论 并且接下来会再开两场的公庆会 而当天在立法院外聚集了 上万名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 包围立法院呼吁暂缓修法 要求召开更多的公庆会 交由全民公投 他们的诉求口号包括 反对黑箱保护弱势 但支持同性婚的团体也到现场 呼吁进步的立法 不应该受到阻止 认为同性婚姻者的权益 不应该交由公投来决定 因为不满铁路局对于补足人力 落实休假等承诺跳票 台铁产业工会11月17号 闯入台铁局长办公室 几度与台铁局人员爆发口角冲突 因为没有见到局长 工会后来转往了总统府陈琴 台铁产业工会表示 他们与资方经过了四次协商 9月9号 台铁局答应改善台铁劳工们过劳的问题 但至今依然没有达成 后来台铁副局长出面 要与工会成员在会议室协调 但工会员工认为 他无法给予任何承诺 台铁只是想要摸头毫无解决任何问题的诚意 他们纷纷将抗议兹调贴在局长室的门口 认为局长言而无信 立法院针对劳基法修法争议 在11月16号召开工厅会 工厅会上劳团不满民进党没有诚意 引发严重推挤 立委陈英与一名劳团代表倒地送医 劳团也退席表示不满 而在11月17号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经过了大约13个小时的讨论 在晚间10点多出审通过劳基法修正草案 其中最具争议的坎七天国定假日 一例一收争议条文全都保留 送进朝野协商 民进党团强调希望在年底前完成修法 外界则预料最快将在25号进院会二三读 11月18号早上7点 青年团体十多人突袭总统官邸 一度企图冲进总统府 与警方发生推挤冲突 他们碰轰民进党举办的公厅会是流于形势 劳团强调如果总统不撤案 他们将会发起更激烈的抗争 欢迎再次回到青年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刚刚的大原载的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在台湾争议 就一些是很多同志朋友非常期待的 一个所谓的婚姻平权 或所谓的民法972的这个修正案呢 其实他在立法院其实又被搁置了 最后做的决议是说要去召开公厅会 当然召开公厅会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担心说 如果只是开公厅会 而没有真正实质的对话跟实质的讨论 恐怕这样的公厅会 最后还是会流于一种所谓的各说各话 事实上在这样的议题当中 其实这是涉及到整个婚姻制度的问题 这个婚姻制度其实有很多层面 应该可以更细致的来做讨论 而不是只是纯粹的道德上面的一种坚持 而必须回到那个现实的层面上面 来好好的来谈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有关于住宅法的这个修正案 要跟大家谈的是 我们一直很关心的一个住宅权的问题 这个居住正义居住权的问题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居住权专员 李彦彤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彦彤你好 观众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们有谈到说在住宅法修正案 其实虽然这是一个利益良善的法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 这个利益良善的法是经常出现 包括之前讨论过的 所谓的自办重划等等的问题 看起来都很利益良善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法规上面 或是实际的政策执行上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 在住宅法里头的这个第四条 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破迁反破迁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 就是被破迁的这个居民 而这个居民他们通常未必是会有真正的产权 但是他在一个历史的因素底下 或者在所谓的现实的环境底下 他在那个地方也居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刚刚是谈到了这个住宅法第四条的问题 可是除了这第四条之外 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再去讨论的呢 谢谢关老师 那个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次住宅法里面做调整的 它是现行条文的45条 那新修正的草案是在第55条 那它的内涵呢 其实现行条文非常简单 它就只说居住权是基本 居住是基本权 人权 居住基本权利 然后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公平对待 那他其实讲的是说不可以居住歧视 在现行条文的架构下是这样 那但是居住歧视 其实只是居住权的一个部分 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不可以被轻易的破迁 那所谓轻易的破迁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跟大家稍微简单定义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场合 在会儿很多人问说 那不能破迁意思就是 你绝对不能赶人家吗 那假设我的房东 把我的房子破坏了乱七八糟 我是不是也不能赶他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居住权要保障的 它其实是一个 长期在当地已经形成一个 稳定居住状态 这样子的状态 因为长期稳定居住状态 就导致说这个人他可能 生活上 他可能工作上 就学上 就业上都有一个依赖性 那如果你强制要他 搬离这个地方的话 你必须要第一个 你可能要很强烈的公共社会利益 或者说 你要维护其他政党的权利 譬如说你要维护你作为房东的一个财产权 那所以呢 你可以有这样子的迫切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去主张要求他搬迁 那但是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说 其实你有这样子很正当的目的 你也是要能够跟他做一个 所谓真诚的一个协商 就是你要跟他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让双方可以达到一个相应的理解 就是说确实这样子一个破签是有合理性的 那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尤其当国家介入这种 破签行动的时候 国家必须要去确保 说这个被破签的人 他其实仍然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 相应于他原本生活水准的一个住宅 这是国家必须要去负起这个责任的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三个精神 这三个要件 或这三个就是要求人搬迁的这个要件 把它直接写入 我们住宅法第45条的条文里面 那嫌疑券的目的呢 它是什么 当然它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 所有台湾的破签问题 我们如果要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各个相关的法条 读根条例读真条例 财政部相关的一个国土管理办法 我们才能够去从根本解决 但是住宅法如果他能够把它修进去 他第一个是对于行政机关 很重要的一个宣誓 就是说我们确实立法者的意志 是希望说我们国家可以保障人民的居住权 那保障人民居住权的原则是什么 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也是未来行政机关 在订定后续相关办法的时候的一个参考 那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 他可以赋予这些真的受到破签 然后无论没有地方可以去求助我们的这些群众 他们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诉讼上的权利 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有法官 在原有两公约去判这种 机遇财产权权 去凌驾居住权的这种财务还地的这种诉讼 他已经判决那个原告 是败诉的 就是说虽然你有土地的产权 但是人家居住在这边 他是有一个一定时间的一个长期的居住 你不能够这样任意的 要求人家本件已经有法院做出 对住民对居住者有利的裁判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住宅法里面加入这项规定 其实就可以让更多愿意相信这个愿意采用这个居住概念的法官 更能够直接的判 判说就是你土地的游泳者不能够为所欲为 对这个是我们希望把就是45条修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这些概念其实也一样 我会觉得是利益是不错 但是会不会一样存在的一些 例如说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评估的概念 你说今天南铁的问题 我想对赖清德或是对很多的台南市民都觉得说 这个地下化或是地下化东西是公共利益 但是有人觉得说这个其实公共利益也可以有别的方法去解决 或者是一利一休或是两利 也是某种公共利益的这种争议 或者是说你刚刚提到说 土地所有权能不能够把别人这个任意的赶走 可是不能够把别人任意的赶走 不也是侵犯到原有土地拥有者的这个权益吗 这个在实物上面要怎么解决有解决的可能吗 老实说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去沟通最困难的一部分 其实所谓的公共利益要去界定的时候 就是必须透过我刚刚提到这个真诚挫上的程序 那其实像是以南铁这种case或是说 就是所有的土振度跟都一样 就是他之前为什么这么多团体他们都要求半听证 半听证他的目的基本上我觉得最简单要两个 第一个是你的目的到底是不是正当 是不是真的有公益性 那其实像南铁的案子 其实反南铁东移的资教会 他们本身也认为地下化确实有他的公共利益 这个他们也并不反对 那但是有一些case其实公共利益可能是很不明确的 像是华光社区那时候说要盖台北华尔街 结果那个地方还是草地到现在 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迫切需求去迫切这些人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界定说 你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有公共目的 那你必须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 第二个是说你要确定的是 你这个手段是不是一个 最不得已的 最必要的手段 那在南铁增值的其实是这个 我是不是有需要到用征收 而不是用征用 那其实像是在很多的非正规住居 就是就有违线的部分 有一些case其实他可以租给 就是直接把土地租给居民的 非常非常多案例像都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因为现在有法规的一些挚爱 就是他在订定的时候 没有去考虑到居民的居住权 导致连要出租都很困难 那在有些case也许你要居民搬迁是合理的 但是你就是要提供相应的一个安置的一个机制存在 但是对那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这样子 就是在无产权者 几乎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 那你要怎么达成这个目的上的公益 公益必要性跟这个手段上的适当性的这个评估呢 就是要透过一个公开 然后而且公正的一个程序 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希望听证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说他可以让行政机关 跟这个被迫牵着利害关系人可以去有一个 对就是可以会有一个公开理性辩论的机会 那这个机会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很惊讶 可是其实在我们现行的实务上都非常非常欠缺的 我们非常多就是行政机关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都那个理由都非常非常的懒 我挤一个例子就是桃源航空城 桃源航空城在我刚进跆拳会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协助他们就做一个听证的时候的一个 就是协助他们做听证资料的整理 那个那个航空城资料这么厚一本三四百页 一般人都不可能有时间看 你刚乍看之下会觉得行政管理很厉害 可是你细致研究的时候 发现他们很多东西的计算 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而且其实很多是以用其他国家的这些例子跟文献 它不见得是在现实上面是可行的调查 对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了 就是譬如说他说航空城需要600多公顷的住宅区 然后我们其实就去研究说 这600公顷的住宅区其实一公顷都不需要 因为这600公顷的住宅区你现有的都市计划 就已经包刮了这600公顷 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另外去征收600公顷 我现有都市计划就完全可以容纳 完全可以容纳你航空城所预计会带来的人口 可是行政机关就跟你跳针了 他说没有我就是要另外600 为什么要另外600他就不肯讲 所以其实像这种东西就是行政机关会做错很多事情 那他们没有任何的机制可以让你迫使他去检视 那你只能期待就是一天要审理 就是一大堆案子的这些徒征的那少少几个委员 去帮你决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透过一个公开听证程序 他其实是一个让政府人民真的达到沟通 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而不是说政府说了什么就算 那你民众表达一些意义 政府可以决定要不要去理你 这个其实是现在土地开发制度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 你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个住宅法里面 另外一个要解决的是一个所谓的租屋歧视的问题 这个租屋歧视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们听到很多人说 你这边可能有一些艾滋病要入住这些所谓的关艾滋家 或是精神障碍的团体要进来 常常会被阻挡在外 这个是所谓的你们提到的所谓的租屋歧视的问题吗 这个是 对那其实租屋歧视 必须承认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就是包括像因为我们其实反驳先连线 有一个我们经常在开会的团体也有关怀游民的主持 当代漂泊协会 那其实游民非常常遇到他们就是 终于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要去租房子的时候会被房东给拒绝 以各种就是明目给拒绝 那租屋歧视它的 禁止租屋歧视它的原则 当然是希望去避免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其实原本只是希望在住宅旁边放入一些相关的也是原则性的条文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 实务上大概不可能透过一两个条文就真的规范掉 这些东西 因为房东他会躲嘛 就是你如果说我不准这样 他就会发展出很多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他就是 对然后那他可能在 就是比如他可能就是 决定要不要租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特别说很多话 就是营造出很多 他其实不是因为你的身份不租给你这种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是在国外经验来讲 确实是很难以防范的 那其实我们希望放在住宅法 其实也只是说希望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条文 让之后 因为其实行政院一直说他们要定住宅专法 可是一直还没有事成 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定 所以而且因为势必会收到很大的反弹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把一些原则性的精神修进去之后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内政部还有其他部会 在执行相关政策的时候的一个思考 那只是这个部分其实内政部是并没有采纳了 他们其实就 就我们目前 因为昨天已经前天已经出委员会了 那这个出委员会的版本基本上都只有 内政部愿意承认 就是把公约的部分修进 他们吵完的55条 那但是然后把一些像我刚提到那三个要件 要公益目的必要性 然后要真正冲伤的程序 还有相应的安置 这个部分是放在目前是放在立法理由里面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样听起来 其实这个法律的本身涉及到背后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庞杂的 那在这个推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 坦白说应该遇到的阻力也不少吧 其实我们碰到的阻力比较多是来自内政部本身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住宅法 就是住宅法他们内政部在修他们都会碰到 他们有他们的阻力啊 像建商就会反对一些关于地价公布一些税制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有碰到最主要主要主要就是内政部本身 因为他们会害怕就是像我刚刚说那个居住权保障那三个要件 如果真的明确定下来 好那他们在很多的开发案上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内政部次长华欣群在审查上就直接讲 他说这样子未来土根土真都根的时候 不知道要采循哪一个法条去适用 那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应该说就逻辑上来说 你做来法应当然应该是一个上位的法律 那你其他的法律应该是要根据这个法规去做相应的调整 可是他现在就是为了 为了保持那些法规在修改时候的弹性 所以他不肯现在住宅法放进相关的 其实是应该要的规范 等于是我都根的时候跟你谈都根 土真跟你谈土真 从话跟你谈从话 然后那个过产管理法跟你这样谈 这样不是在执行的时候会更乱吗 对啊就是会分散掉啊 因为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嘛 重点是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那这个中心思想你说现在根本就 我们实物上很难直接把它修进宪法里面 所以住宅法当然就会是一个 实物上最有可能进去的一个法条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会focus在住宅法 就是希望在住宅法里面有这样的立法精神之后 你相关的修法应该要去遵循这样的精神 但比较可惜的是内政部他们对此抗拒很大 所以我们最后大概只有放进去的 大概一半的这样子的条文而已 我想一个根本的问题 恐怕在是需要在法律上面 就是刚刚谈到的一些核心的价值在这个法律当中 都必须要展现并且要输出于这个实际的法条 要不然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这么多年来的 这些破签的运动 虽然它的例子不同 但是它背后的本质恐怕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居住正义是很重要 我们经常觉得真的是居住权是很重要的话 那这个问题恐怕得要立刻的去解决 今天非常谢谢彦彤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来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一会儿终于再会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来 拜拜 往前走 继续地去梦